除了重罚上游 买了搜水油的中油厂商美厨公司 因为他供应了维利跟甲气袜等知名厂商 变成了追查重点 业者身影三天到今天才接受调查 装心负责人是声泪俱下 他说他很对不起社会大众 我真的对社会大众感到不安 感到抱歉 因为我从今年才开始用它的油 我之前一直都没有用它的油 是因为去年顶心的出包了 但是客人要求我说 那既然顶心的有问题你就换过 还要求我说用强罐的 这名装心女负责人表示 因为相信强罐相助又拥有ISO跟GMP认证 没想到还是出包 所以他才会心情不好 关起工厂大门拒绝采访 他并没有要隐瞒实情 他也澄清自己第一时间知道 公司用了有问题的油 就要求员工立即停用 也全力配合卫生局的调查 但是是隔三天才出面 有一些卫生局呢 还是表示会再度派员机查 要了解封存的油品 有没有被动过